我們從六青這樣施設到現場 我們看到一個狀況 六青在放毒 但是髒化受害 政府 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 對六青都沒有訪 所以我對這幾個點 包含8月28號環保署來這邊辦的說明會裡面 他其實已經把檢測到一些膏子 就是說這邊側站側到的 很多都是石化驗的東西 已經足以證明這邊的人民 遭受到健康的影響 還是真的是六青 它裡面側到的膏子有甲乙丙溪 甲西乙丙溪 然後宜丸丸振丸還有甲本等等 都是來自於六青 這已經這麼明顯了 所以我覺得這是應該要來加強的部分 那另外剛部隊有提到 說要針對那個空品區的部分 它其實雲林不是在中部空品區 那針對中部空品區 雲林是在雲嘉南地區 但是你要講公務總量管制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彰化受害 彰化是屬於中部的空品區 雲林是在雲嘉南空品區 我們怎麼來談 這樣子對於六青的治理 需要有更高度的一個程度來談 那剛副主打也提到要用1000萬來做監測 但是剛剛聽到了 我們海域的監測是完全沒有 我們也聽到很多的污染物是從海水 就是通過水排放到海邊 那六青的被水是直接漏到我們雲華館 但是雲華館對老天的海水 民眾的無量完全沒有幹線 那海邊有的幹線就到中部 剛才給他哭 那後天到我們大城 時間都沒有海域的監測 所以這個海域的監測 我們希望副署長也把海域的監測 能夠一片抹進來 那剛才提到的即時監測 420根 但是我們最在意是有害健康物質的東西 我們要測 那甚至有害健康物質的 那些東西沒有立法的 現在有水域的有害健康物質有立法 但是對有關空氣的健康物質 到現在還沒有立法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東西 有害健康物質也趕快立法 同時不只是要把這些東西納入即時監測 應該全面性的 420根的煙囪 怎麼會是政府來花錢來做即時監測 這是六青要花錢的 是政府我們來施設的 我覺得對於六青治理 我們應該拉更高的一個程度 可能要打破以前的經驗 打破以前的經驗 我們要有新的創舉來改變 不然至於六青 我覺得真的是可能還會遠低踏破